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 刚提车的时候会买很多配件 等这个新鲜街过了之后就折腾的少了 这辆Model Y已经陪了我快一年的时间 那经过这段时间的实用之后 最近我又补了三样配件 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实用的 今天就拍一支视频分享给大家 当然因为是从我自己的需求出发嘛 所以仅供大家参考 第一个配件是一个牌照框 为什么买它呢 给大家看一下就知道 我这个前牌照已经有些撬边了 其实之前撬的更夸张 这个已经是我往回掰了一些的样子 所以还是想买一个牌照框 把它更好的固定一下 这个车牌框是套在原来的这个框架上面 然后直接再把牌子上去 现在就是安装后的效果 然后因为它把牌照有稍微包一些 所以就不那么容易撬边了 还是建议大家尽量在提车的时候就装上吧 因为如果你像我一样是厚装的话 还要先把牌照再拆下来 稍微就有一点麻烦 然后是一个宜家的收纳盒 我平常会用来放雨伞 这个盒子比较神奇的地方是 但是它这个尺寸刚好可以完美卡在这个下面 非常完美 然后价格也很便宜 应该是不到10块钱 平常雨伞放在这边的话 就不会搞到车里面都是水 最后是一个保温箱 出去露营的时候可以放一些冰镇饮料什么的 然后它还提供了一些冰袋 可以提前放到冰箱里面冻好 当然这个我还没有用 因为最近天气还没有这么热 夏天的热不能会用 这个算是车载冰箱的一个平替吧 就是如果你只是想要一些简单的保温工作 这种保温箱是完全够用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配件分享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